今天一期追新闻要来带您关注的是 越南跟我们台湾其实都一样 原本都是防疫模范生 但是疫情在5月突然急转直下 整个确诊数大飙高 那像我们台湾已经连续6天 确诊超过百例 其实越南也差不多 越南在5月19号这一天 确诊病例数来到208例 也是创他们有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最高的确诊数 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其实中国先前有5名专家 就到越南去考察 时间点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 那去之前其实越南那个时候 虽然每天有零星疫情 但是大概就是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染疫 这个其实还好 可是他们这些专家 去之前都有打疫苗 然后在回来的时候 在中越关口居然验出了阳性 然后现在就发现说 他们感染的是印度变种病毒 B1617 在越南出现了印度变种病毒 那这5名专家当中 有1人他甚至是情况比较严重的 有一点呼吸不过来 其他4个人症状还好 那中国官方就有宣布说 这5名专家是在4月23号到29号 在越南一共3个地方去进行考察 在这之前 其实有先在当地14天的隔离 这14天採检都是阴性没有问题 可是在考察的期间 这5个人陆陆续续发病 好那现在越南官方怎么回应 越南官方就说 他们怀疑可能是这5名专家 在旅馆内受到了印度籍人士的感染 好只不过大家现在非常好奇的是 这到底是中国的疫苗效力不够好 还是说是这个印度变种病毒是在太强大了呢 甚至还可以穿越了这个疫苗的防线 那再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中国今年是他们建党百年嘛 所以呢当然就有一些党庆活动 然后呢民间也开始响应 先前呢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中共的一个中央宣传部 他们是有推出一款APP 这个APP叫做学习强国 那他当然有两种解读嘛 一个是说我们要学习如何强国 另外一个说法是 我们要学习近平如何强国 不管怎么说呢 其实都是一个在捧习近平的一个APP 好在当中其实他就可以去 学习习近平的思想啦 看看听听他的谈话啦 然后呢了解党史资料 甚至呢还有红色革命旅游景点 有人认为他是现代版的毛雨露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 这个现在就有传出说 有车商也响应了党庆活动 所以呢就在车子里面安装车载版 那这个车载版呢 说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啊 体验学习强国的内容 然后停车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看影片哦 就是完全不浪费任何时间 只不过呢这款APP 先前曾经在德国有一间安全机构 他们去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说这个APP 它是有漏洞的 这个漏洞是中共政府 它是可以借由这款APP 然后呢针对一亿名用户 去查看他的手机 包括简讯信箱 还可以开启录音的功能 那现在你装了一个车载版 会不会掌握这些使用者的行踪呢 当然就引发外界的一个揣测 好